以弗索的前世今生 JLIRCEA报道 以弗索之前的名字叫做阿帕萨 公元前15世纪 是阿尔萨瓦王国的首都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大兴土木 经历罗马到拜占庭帝国时 极尽奢华 以弗索是一个完全采用白色大理石建 造的城市有东方旁贝之称 以弗索是目前找到规模最大保存的最 完整的罗马城市遗迹 以弗索是一个面临爱琴海的海港 北方的凯斯特河令这个城市贸易发达 可惜亦因为凯斯特河带来大量淤泥 最后令到出海口完全淤塞 公元15世纪后 以弗索被完全放弃 现在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的伊兹密尔 去到小镇塞尔丘克 就可以再次见到以弗索 罗马时代的图书馆露天剧场亚迪米神 庙哈德良神庙耶稣母亲玛利亚的故居 使徒约翰的坟墓奥古斯都凯旋门等 都会和大家相见